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Peer Living 看到我背後就是一個工程 我在劍橋周邊一個小鎮 大概開車是5至10分鐘左右 我們今天來參觀一下 我們幫客人買了一間屋 然後代他去裝修 在我背後大家看到裝修工程也做得很仔細 也比較大工程 事不宜遲 我們進去看看 大家知道英國的樓齡可能比較長 但樓齡比較大的樓齡也會空間大些 而且實用一點 這裡是原先的大門 但現在因為裝修問題 就裝了很多雜物 我們就由側門那邊去進入 小心一點 旁邊有很多裝修材料 可以看到外面這裡都會加建 很多時候在英國的空間 尤其是如果你買freehold的房子 都會有這些位置可以加建 一進入到這裡 這裡將會變成客廳和飯廳 看到地下 地下鋪了一些underground heating 之後無論是冬天 即使是鋪地磚都會很暖 我們首先過來這邊看看廚房 雖然廚房的空間不是那麼大 但它也可以有一個island 地上已經製造了一個island 還有上面有抽油煙機 記住 抽油煙機 英國有些會是內循環的 這個就是直接通到上頂 排回去外面 這邊將會是一個worktop service 水喉等 所有東西都放在這裡 我們過來這裡 就是業主要求加建的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樓底是十分高的 我想保守估計 可能都有差不多七米八米高 它是做了一盞大的吊燈 之後裝修好 它會這樣吊回來 整個氣氛都會很grand 還有呢 它這間屋很有趣 它會有兩堂樓梯 額外就找了一堂樓梯 上樓上的書房 可以變成一邊 可能是客人上書房 或者上面有個露台 另外就是主人家 可以回到主人房 我們過一過去 之後再介紹外面的空間 先看看 可能這裡暫時不是洗得很清楚 但是它有兩間房 日後是給小朋友住的 也是一間雙人房 也是有足夠的空間 試試正正的 由於廚房的很多貴 很多雜物在裡面 都不是看得很清楚 這間也是另一間的小朋友房 可以看到 業主當時買回來 這間屋的裝修是很舊的 這間屋的歷史 可能是有七八十年歷史 我看這類型的裝修 好像一些木板在長生 都有 我估計 有四十年 四十年沒有裝修過 所以這就是原先 它的廚房 大家可以看到是很小的 所以它之後 其實在廚房這個位 已經是加建出去 它是透過拿了計劃 可以加建到一個很大的空間 而且很明顯是光明很多 因為它在屋頂 放了一些天窗 令到整個自然光的滲透率 大了很多 相比起 本身的廚房 反差就很大了 這裏就是原先的大門 我都說放了很多雜物 其實它樓下這裏 它本身這裏還有一間房 但是 實在有太多雜物 我看看Jason 看到這裏 大家可以看看地毯 這類型的地毯 應該有四五十年歷史 就是這樣 當然這些之後會換 這些之後會換 那業主 這個洗手間 這裡有新裝 也有一個企光 因為小朋友 就會在樓下這邊住 還有一個孖星盤 業主也有用了這個LED LED燈的MIRROR 之前是在HMO 我們也有介紹過 有時不需要開燈 晚上都比較方便 這裡樓下有些儲物空間 因為基本上你所有屋 都一定會有吸塵機 或者是放WIFE Router 所有東西都可以放進去 都方便 那我們先上一上樓上 這堂就是它原先的樓梯 這裡一上來 業主也改動了空間 其實這裡本身的地毯 都可以有少少儲物 或者是 因為它本身的景色 都頗漂亮 頗開揚 所以之後 看看業主想怎樣去擺 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其實業主在每一間房 都會有它的主要的 是圓形色的 可以看到這一邊 其實它做了一個 其中一邊 其實它做了一個 其中一邊 它比較喜歡 顏色都頗鮮 它用了這個 寶藍色 深藍色 和金 都很有立體感 都頗特別 另外 可能你會看到 它是用 這間房子是斜頂的 很多類型的扭鈴 其實它都會有斜頂 但是我站過去 大家做個參考 都不會說 完全有壓迫感 是的 空間也很鬆動 是的 這個主人套房 將來都會 六尺床 都可以三邊下床 都完全沒有問題 我們再過來這邊 就是主人套房 這個套廁 就會有浴缸 另外就是 是有一個 露室的地方 看到地上鋪雲石 還有 牆身 都鋪滿了磚 整個感覺都很 超級 而一件事 我很喜歡 這個套廁 我覺得很舒服 就是景觀 現在可以看到 這裏其實是有一大片草原 因為 屋旁邊 是一個 Greenbelt Area 那就是不可以 建屋 就算有發展商 建屋 其實它都建不了 所以 這個景 都可以說 是一個 永久的景 來的 那這裏也是 安裝了 這個 LED 也是 業主要求的 這間 就是 我們叫做 Red Room 看到牆身 就油了 紅色 當然 都是一個 主色 那這裏 其實 將會是 兩排櫃 在旁邊 和一排在這裏 那大家 都猜到 做什麼 這個 就會是一個 衣帽間 那因為 男戶主 知道 女主人 都很喜歡買衣服 購物 所以 都會構思到 一個衣帽間 因為 英國 未必 經常會有 衣帽間 所以 她都要花盡心思 為老婆著想 她就想了 做一個 衣帽間 另外 來到這裏 就是 綠房 Green Room 那個 Green Room 都幾特別 因為 它又有斜頂 但是 它這裏 將會是 一個 可以見到 它 採用到 這個 Vertical Radiator 感覺上 沒有那麼 笨重 另外 就是 在 場子上面 加添了 一些 金色的元素 令到 整個感覺都幾 Gran 這裏 有大窗 其實 它這個大窗 是可以 看回 樓下的廳 所以 整個感覺 是不是有些 像 我自己 進來 感覺有些 像 一間教堂 因為它整個 感覺是很豪華 所以 你未必真的 說要去到 一些豪宅的區 才會見到 其實都是看看 你的裝修 以及你的 滑植師 怎樣去鋪牌 這裡真的要小心 因為樓梯尾 砌好了 不要怕 有什麼意外 我出來這裡 其實將會 是 一個露台 現在還未 弄一些 衛蘭 所以要小心一點 這個空間 都很 充足 當然 就不會像 我們在香港 說在露台燒 食 其實這裡 可能你說 可以帶朋友 上來 喝酒 欣賞一下風景 因為真的 一大片草原 然後有些 火車仔 偶爾會經過 雖然火車 火車鬼勤 但也不會很吵 因為它始終有一段 的距離 還有 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一看遠處 這裡就是 這間屋的花園 花園是去到多深 其實我實際沒有想過 我一會兒 由屋 由屋邊 即是後門 走到花園的盡頭 你幫我計時 我也不知道要走多久 可能我走到喘氣 我還未走到 我現在身處 就是飯廳的位置 這裡將會有一張 大型的 六至八型的飯桌 那過來 這邊就是客廳 電視就會在這大牆場 我想起碼都六十多寸 電視 那業主 那些小朋友就會彈琴 都會有一個三角琴 放在這裡 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可以讓它做到 這樣 那兩邊就加了一些 所以盡量令到空氣流通 還有光線的充足 那大家可以看到地下 其實選用了一些比較大的磚 在英國其實比較少見的 那它這個就會是整個 可能看下去會有些冷 尤其是冬天 但是你記住 加上underground heating 其實整體它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可以漂亮和易打理 但是也不會有一個冬冰冰的感覺 那我們出一出去花園看看 現在站在花園那裡 其實我前面就是一個 剛才在客飯廳出來的 我們看一看地下 那這裡其實都是鋪了 其實本身呢 這個花園沒有那麼高的 那業主就起高了地台 就mash回房子 那其實它這裡呢 我們看一看這邊先 那業主就很喜歡 養金魚 那它就做了一個金魚池 那這樣之後會放些金魚 那這個都會是 就是一早就計劃了 那可以在屋那裡看到 那另外這邊呢 就會有一些outdoor seating 那一些outdoor seating 那可能夏天 那這樣笑東西吃 那招呼親朋戚友 那都會很舒服的 那這裡 那還有就是有啞傘 如果真的可以放一些 放一些東西在上面 又不怕曬 那可以見到這裡呢 現在都有額外一個 好像一個bench area 那你見到呢 其實它用料都很實正 而且都很舒服 那所以你說可以 直接開派對 在這裡完全沒有問題 那可以見到 那就是業主使用了 就是用磚 一些細磚 這樣砌出來 就是所有的 它的手工都很仔細 那樣的 就是業主和裝修團隊 都花了很多心思 的是 你的 是的 你知道啦 其實大家 這樣看下去 都很平衡的 但是其實呢 開始買回來 整整塊地 Market 就是凹凹凸凸的 所以是用天然 去調整它的 它 和它 整個 花園 看來大家可能 想不到 其實這裡本身是養了很多羊 就是前業主 所以它可能會有很多一些草 另外跟一些農作物有關 所以花了很多錢 花了很多時間去處理 好 那計時吧 我試試正常的報速 我看看要走多久 這裡建了一個外建 稍後再回來再說 謝謝我 我保守估計大概是一分半鐘就可以走到盡頭 當然如果你走一下站一下聊天都需要一段時間 我猜可能都可以做到一個一百米菜跑 這個花園都幾誇張 它已經是加建了縮短了花園的範圍 我介紹一下 看到旁邊這個玻璃屋 玻璃屋現在是比較少見的 一些叫gloss house 裡面的溫度比較熱 所以它就是用來種花種菜 要一些濕度高一點的植物 這些業主應該之後都不要了 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garden chair 可以放單車 或者是橙草機 lone mow 或者其他比較大的機器 都可以放下去 這間房子也是連上一些森果樹的 那我就沒有吃過 但是又有蘋果 好像又有啤梨 這裡也看到很多 所以有時候在英國馬屋 都會有一些額外的驚喜 這個也是一個頗特別的 feature 就是一間樹屋 可能很多時候在香港 我們要去一些農場 或者是一些冒險樂園的設施 才會見到一個tree house 但其實在英國都可以見到 以及自己都可以擁有一個tree house 以我的重量 我想我就不會爬上去 我怕負荷不了 其實有這麼大的花園 當然空間又好像很正 但是大家都要記住 要打理 要橙草 如果是可以的話 找人做其實都可以的 你預計每個小時十多磅 可以找到一些gardeners 它可以幫你種花 橙草 或者是做一些outdoor work 因為可能很多人在香港 就沒有一些gardening experience 來到這裡可能都會有些害怕 這麼大的房子 怎麼打理 平時的房子已經要打掃 清潔 還要理會這麼大的花園 其實不是還找我品 但是有這麼大的空間 尤其是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就像這個業主一樣 都挺捨義的 有時候你說 真的我想這裡 如果你請一百個賓客回來 開party絕對不會有什麼問題 這裡也是裝修一部份 本身沒有的 這個就叫一個outbuilding 那outbuilding它是 我們進一進去看一看 沒有鎖匙 開不了 我再說回 這個也要有foundation 這個叫一個outbuilding anix 它就是一個一房的單位 另外就會有一些 有個迷你廚房在這邊 還有一個洗手間 我想這裡加起來 可能二百多尺左右 你作為一個guess house 其實所有設備都齊全 所以有電 有水 基本上可以住人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蠻好的feature 我小時候也有一個夢想 當然就像擁有一間金屋 另外就像扮演華Dee 其實在這間房子 講一講 其實它本身是一間兩房的舊屋 大概一百年樓齡 但其實如果大家這樣看 就是看回現在這個角度 雖然工程未完成 它將會變成一間四房豪宅 非常之有氣勢 最重要就是整個裝修工程 雖然我們有份去參與 它就是一間在Local劍橋的公司 他們都會接一些大型的project 或者是一些小型的裝修都會做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如果你買了劍橋的屋 需要一些改動 或者是一些裝修 你都很歡迎跟他們查詢 我們都會放回這間裝修公司的公司名 在影片描述下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好 還有有什麼問題 在下面留言 最主要就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集合著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宣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林宣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林宣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林宣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